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请听我念三皈依日 阿瑟利传念 我弟子妙音 始从今日 乃至命传 归以佛陀 两族众传 归以达摩 离辱众传 归以真企 注重众传 阿瑟利传念 我弟子妙音 始从今日 乃至命传 归以佛陀 两族众传 归以达摩 离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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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归以达摩 离辱众传 归以达摩 离辱传 与佛所 尊重众众 归尘谄断 如是共得 处不能准 这个是 法狀菩萨 在未成佛之前 多生、多劫、修行的成就 在这里面分了两段 第一段是上弓 第二段是下法 相扣下法 我们看看念佬的注解 以上 概表菩萨而善根灵 减得生生尊贵 得高望肿,财富充足 乃至惑为人王 惑作天底 上弘下法 能门所愿 这是一段 一个真正觉悟的人 他觉不到什么呢 觉不到,整个宇宙 跟自己在一体 真正能够扮一体的事 能肯一体的事 这个人就叫做佛陀 发生菩萨 发生 没有营商 没有肉体 不但没有肉体 也没有精神现象 精神是思想 起心动念都没有 也没有自然现象 这样在中国古代 古性先言 有个名字叫做本性 佛法 亦都讲本性 讲智性 智性就是自己的本性 亦讲法性 统统第一件事 性是体的意思 就是本体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 是什么呢 就叫做法性 哲学里面又称为本体 正是一个 没有分的 在淨土中 讲四土三贝九分 四土里面最高的 叫做常直光土 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它 所以常永远不变 不生分别 这是本体 智体 直是清静直灭 它是清静的 它没有燕污 唐朝 延众六祖惠林大师 乃至淨土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讲了 何其智性 本字清静 直就是清静的意思 本不生不灭 本不生不灭 就是不生不灭 这个就是常的意思 这是体 体自然就有作用了 作用就称为光了 它是常直光 光是片照 光明片照 这个歌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得能 无量的上好 一切众生 个个本来聚足 没有诗后的差别 所以佛在花言经上说 一切众生 本来圣佛 本来就是佛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样子 迷失了智性 智性是否在呢 可以看到的 没有看到 可以看到的 每天都看到 就是迷而不觉 佛的教学 终极的目标 就是教我们回归至正 觉而不迷 就圆满了 觉而不迷的人 是佛 不迷而不觉 是佛 不迷而不觉 不迷而不觉 佛在迷惑当中 求觉悟 不迷而不觉 这个就是凡夫 他不知道求觉悟 我们先说 佛简简单单几句话 将这个事实真相 就说清楚 说明白了 所以 原本的智慧 本能 不在外面 智慧如何开放呢 就讲到佛法修行的方法 方法佛说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三世诸佛成功达到究竟圆满 都是一条路 叫界定位 没有第二条路 二戒得定 定还要手段,不是目的 重定、开胃 开胃是目的 胃就是大切、大悟 智星里面的智慧、得能、尚好 统统恢复 这叫成佛 如果 舍弃、界定位 这一条道路 另外去开辟一条 没有听过 没有看见过 不是没有这一种人有的 他用尽一生的精力 出不了六道轮会 还在六道里面打转 甚至于练人天福报 都得不到 为什麽 为什麽 他自己做的 自己承当 身体不大 但他被别人做了不好的榜样 另一条道路 另一条道路 他会开 我亦都会开 这样的人说 他又会开 这个带头做出不好的榜样 他要负责任 秩序在这个地方结 你的影响面 如果是大 影响的时间长 你的罪就更重了 什么时候罪才能消除呢 你的影响没有了 完全消失了 罪才可以灭掉 罪灭掉了 才能往上提升 其实跟你说真的 罪幅都不是真的 是一场梦而已 但是梦中没有醒过来 他真的受罪 他梦到天堂快乐 他梦到地狱受苦 好像是真的在手 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 所以古性先言的教会 现在人对不起古人 古人留下来的都是宝贝 最珍贵的东西 古性先言留下来的文字作品 他一生写过很多 留下来的是他的几分之几 不是最精彩的 早就逃光了 经过几千年 几万年 怎样可能流不下来呢 历史时间好像西子一样 榨子全部西进了 每一样都是精品 现作的人 将人当做粗默 怎样成为呢 有人曾经但问过我 传统文化里面有租博吗? 我的回答是有 听我这个回答感很意外 为什么? 我看不到租博了 不识货 黄金放在面前不认识他 那就是租博了吗? 识货的人是宝 不识货的人 都是雅力都不如 没有看在眼中 我们今天为什么看不起祖宗呢? 没有人教孝 没有人教敬 中国文化的根本 这两个字 根就是巧 本就是经 孝顺尊尊士 像棵树一样 树有根 根就是孝 本就是长者一个主角 这些东西是经 那些是什么? 那些是老师 根就是父母 本就是老师 你才有枝叶花果 现在的人 不孝父母 不敬老师 怎么办呢? 这是个大问题 这个不是小事 是大事 根本没有了 师业就生不出来了 奇怪的事情 今天父母不讲孝道 老师就不讲孝道 也在这儿反对 也不赞成 说这个五合时代 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失去的时间太久了 中国失去了200年 日本 日本 掉失了400年 我在日本讲经 才知道 日本的法师 聖经 管理赞叹 跟我说 在400年前的日本 大大小小的寺庙 都有人讲经 中国古时候的寺庙是学校 古代的帝王 他们很聪明 尤其是圆明清 变成了 制度法 如释道三教 全部用上 这些帝王 用愚自觉 用佛教文 教人文 教郡宗 帝王宗 用到 祭治天地 鬼神祖先 通通都用上了 而且 佛跟道 帝王上 亲手主持 如交给宰相 彩上 成立一个部 礼部 叫做教育部 教育部 推动儒家的教学 佛跟道 宗教教育 ng 皇上管 宗教位 par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 人�鹰 不但在字典上 是 Gottes 有的 是 spat oko 个神祖 入ate 槽 уст sniff 有三个主要的意思 第一个主要的 第二个重要的 第三个尊崇的 这三个意思 教有三个 教育 教学 教法 宗教合起来 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崇的教法 所以不敢交给宰相 皇帝自己 亲自来執行 我们将中国文字里面 宗教的定义 在国际上 我们往来的很多很多的宗教 我将这些文字给大家看看 大家都没有一个不赞成的 所以宗教可以团结 宗教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爱 始终没有离开这个爱 这个爱是什么呢 爱是真心的爱 不是妄心 真心 真心就是智性 从智性里面流出来的 真心的爱 这个爱 是无分别 无执着 没起心动念 至然流露出来的 千万年前 有人看出来 原来这个事情 每天在我们人间 无人看得出来 如果我提醒大家,大家留意,就能够看出来了 千万年前,真心流露,现在还在,没有两样 我们佩服古人,古人有智慧 这个真爱,神圣的爱,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 祖宗爱世人,真主的慈悲,佛家的慈悲 是一不是二,在哪里见到呢?是应而 我说过几次了 人生百日,小孩生下来一百日,就是三四个月 看路真常,真是真语,尚永恒不便的本性 你在小孩,你细心去观察这个小孩,你看他的眼神 他这个时候还不怕生寶,到他怕生寶就不行了,变质了 什么人去抱他,他都很喜欢了,你看他对人的外心,眼神,动作 你细心观察,这是真的,现在看是真的 我相信千万年迟,人体也是真的 每人看到这个真相,会想到 如何将这种真正的爱,永远保持在他一生当中不变呢? 我相信这个就是教育的来源 因为成年人都有经验,经验是什么呢? 性相近,习相远都有这个经验 长得越大,直到事情越多,越习,习升 就跟这个本性距离越来越远,到最后会如何呢? 习升当价,本性不见了 年虽越大,距离就越远,到最后完全迷失了 那叫性相近习相远 所以,底下接着就是,教不教,性乃迁 你如果不好好地教他,会变质的 教育 这个概念就是从这里发生 非教不可 怎样的教法呢? 教指导 跪尊 所以中国教学 千万年来 守住这个教育最高的指导原则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 保持你的天真正的爱心 第二个目标呢? 就是自知识 自知识是附带的 保持你的天真是主要的 一个人的成就 一个人的成就 受靠母亲 中国的妇女在中国典籍里面记载的 地位比男的高 夫妇结合 建立一个家庭 建立一个家庭 在古代 有牧生活 打猎为主 以后是农耕 才定居 先以耕种为主 定居下来 定居生产 劳动力是最重要的 可以人口越多越好 家道的兴旺 就是人口多 工作量量大 成败关键 成败关键 兴旺的枢纽都靠教育 中国人讲靠胎教 坏人就开始了 做母亲的人 心要清静 十个月 无妄念 无妄念 要正念 起心动念 顺正 顺鲜 言语 又和 无粗暴 凡是负面的 不善的 不看 不听 不接触 可儿是母亲 坏人的时候 完全品受 母亲的正气 这个小孩 生出来 身心都好 这个是底子好 好样 好教 出生之后 三年 这一千日 是扎根教育 第子规上所说的 不是给小孩子听的 不是教他背的 是父母做到 做出榜药 给他看的 他一出生 睁开眼睛 他会看 他会听 他已经在学习 已经在模仿 一千日 要像母亲怀孕 这样的 小心谨慎 苦面的 不善的 斜恶的 不能够让他看到 不能够让他听到 不能够让他接触到 他听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都是善的 都是美的 都是正的 二日千日 二日千日 下来之后 古人有个言语 说 三岁看八三 就是说明 他一生都不会改变 为何呢 他有坚定的力量 信心 能够辨 辨别 善恶 他所见到的 这些 是善的标准 与这个标准 相違背 他就不会接手 他以出终 神孝子 怎样的逆境 怎样的诱惑 他都不动心 怎样教出来的呢 这是中国人有这个方法 我们想这个方法 失去了两百多年了 日本跟中国 学学实实 同文同种 中国人是愿望自说 日本人亦都是 不是爱人 要认祖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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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用怎样的方法 认祖归宗文化 老祖祖的教会 日本的文化 全部都是中国的 而且还是善于保存 日本的农村 仍然保存得很好 到日本的农村 就好像回到唐朝 以前的古代 在日本农村居住 就像世外桃园一样 家和万事兴 所以由原范 我换起到日本去讲经 将日本人换成 中国 从这个地方 我们体会到 祖宗的智慧 建立教育的基础 全世界没有 全世界没有 然后就上到 如何将这些智慧 理念 方法 传给后人 世世代代 都不会变质 都不会变质 我用什么方法 这个真正是最高的智慧 发明文字 发明文言文 全世界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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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说 如何发明 给不上中国的文字 给不上中国的文字 给不上中国的文文 一定要认识 这些文字 我自己没有财富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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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就麻烦 一定要认识 这个文字 一个文言文 是人类的贵宝 《无尽宝藏》排名第一 中国老祖宗发明的 中国老祖宗智慧的结晶 还得了吗? 唐印比博士说 中国古人的心量很大 能包容异族文化指的是佛教 佛教也帮助了中国传统文化 大幅度的提升了余根度 所以余色度融合在一起 不能够分割 一千多年前就回一家 我们在少林子看到一块石碑 唐宿宗时代 一千三百年前 唐宿宗唐明旺骨如子 温元三教九楼图棧 说明余色度用成一体 他画了一个人像 画了一个图 正面体是一个人 实际上是三个人 三个面孔合在一起 余色度三架 上得好 上得好妙 上食家 老子 孔子 画在一个人的头部上 老子 家 外面孔子 那背後是黑余色度骨子 为了全世界人 母亲负责任 子女都是姓姨 小孩到六七岁上学了 交给老师 老师来培养他的本 要照顾这个小孩 大概要照顾到十五六岁 他完全可以自立 智慧渐渐开了 能够主动学习 学习的理论方法 他都得到 可以离开老师 父子十五有志于何 一半深入建立 三十自立 和释迦牟尼佛一样 马上牟尼佛十九岁 离开家庭 捨棄王位 最爱去求学 这是知识分子 三十四岁 在菩提树下 大痴大悟 父子的三十二立 这个立 相当于释迦牟尼佛 大痴大悟 但是孔子立之后 孔子立之后 他的目的 是想求做冠 心目当中最佩服的奏贡 希望自己能够做好窄想 帮助国王治理国家 一生没有这个机会 周游月角 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没有一个朱厚国想用它 到六十八岁 年纪太大了 放弃了这个想法 回到老家去教学 七十三岁过世 回去教学五年 后人 称为 万世思表 孔子在生 法目 也没有想过 如果想到这个事情 有这么大的好处 他应该 学识家务力就一样了 十五岁就开始教学了 真正叫做 涂里满天下 可以统一全中国 不是夫子统一 夫子的理想 夫子的学说 统一全中国 文化统一 所以这个就比不上释加密尼佛 释加密尼佛聪明 三十岁开始 开午就教学了 在印度这个地区 大大小小国家 好几百个 他用文化 是用文化 剔造 个、鞋、世界 让国与国之间平等对待 和目相处 这个做得多有意义呢 所以佛陀 佛陀这一生 你细心地观察 拜教育家 不能够先去宗教 因为宗教里面有个神 佛教是不好的 佛陀 是学位的名称 任人都可以拿到的 佛陀的意思 我们三家依上面念的两足尊 归依佛陀 两足中尊 二 第一个是智慧 第二个是福德 这个是两 在智慧福德里面 他是第一 这样称之为尊 他是老师 所以我们称他为本师 自称为弟子 我们根据他的关系 是私生的关系 要搞清楚了 我们住在美国 星期六晚上开了个班 转门为当地居民开格 这些都是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其他宗教的 他们来接受福德教育 我跟他们说 你们星期日上教堂 你去 你主做祈祷 星期六到这里 这个是老师 根释加密尼佛学习智慧 学习如何得到福报 没有 一些的冲突都没有 大家都好判理 搞清楚 搞明白了 跟佛的关系是私生 在教堂跟主的关系 这个好像父子 你看 你有父 又有老师 你才能够成就 父母不为老师 父母不舒服 不考 专师是父母教的 敲信是老师教的 你不敲信父母 老师就不欢喜了 一个人 是两个人教出来的 所以 一个是根本教 一个就是本教 本教是老师 根教是父母 你才能够冲撞 才能够成长 开花结果 最懂得教育的 最会教的 是释迦牟尼佛 一生搞这个 帝子 世世代代代 成全 释迦教人 首先放下自己 不放下自己 便有自私自利 便有 才会 释迦牟尼佛 便会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障碍你的智慧 障碍你的得行 你教得不好 教得不会成功 完全没有自己 字他是一 不是二 我将自己 教好了 将他教得跟我一样 希望下一代 比我这一代更加好 社会才不断地向上提升 如果下一代不及我这一代 我就有罪了 中国人明白这种道理 古时候做官 礼服 戴这个帽子 这帽子叫做进言官 帝不厚人 帝不厚人 比皇上 帽子好像楼梯一样 两层前面低后面高 前面就是自己 后面就是底下一代 希望底下一代超过我 戴着这两帽 看到了 天天上着 后代一定要超过我 从我打的基础 你再往上提升 一代比一代好 这是父母心 老师的心 老师希望全人都不及得自己 这个老师是有罪了 这是自私自利的心 不是大公无私 不是真实智慧 真实智慧 大公无私 真实智慧 大公无私 真实智慧 决定是放下万元 世村在世 生活所需 遇得的地方 生活方便 三二一搏救了 今天生在这个时代 能够吃得饱 能够穿得暖 有个小房子之下风雨足够了 不需要探求 不需要探求 心是静的 心是顶的 静静 生智慧 你能够把这个世界看清楚 看明白 会好 这下 很久 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世 当时 印度十六大国王都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自称弟子。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是他们国王的顾问,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这个大顾问不接受臭劳, 要你对他的建议,你认真去做,佛就欢迎你了, 任何命运利养都不要, 这也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无法想象的, 但是中国古人想象得到,为何呢? 儒家所要求,声宴君子,标准亦如是。 这里说到相寇下华, 语诸佛所,佛是老师,一切诸佛都是老师, 唯一切诸佛。 今晚,我们对于诸佛所规据的话,如何解释呢? 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宗教他们所崇奉的神圣都是诸佛, 要不要尊重供养呢? 要的 这个道理要懂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在佛教里面称诸佛 他们称上帝称神 我们对释迦牟尼佛 对阿弥陀佛 对毗劳喆如何尊重 对于所有宗教的教主 平等的恭敬 平等的尊重 就对了 供养里面佛说 什么供养是最重要呢? 依教逢行供养 最重要 依教重要 这些经典要不要读 要读 要学 要落实 读 不能够落实 读了也没用 这是形式 这个不是实质 需要认真将它做到 展开京卷 教学的精神 完全是一致的 没有一个宗教教你做坏事 没有一个宗教教你是杀人放火 没有一个宗教教你是杀人放火 直供累得 提升自己的灵性 提升自己的智慧 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是神圣的教育 所以称为宗教 这两个字用得好 古时候 翻译的时候 宗教从外国翻译来 用这两个字来译 将外国宗教都提升了 看见翻译的人有智慧 翻译的人心量很大 无私心 真正是平等对待 有真诚 有恭敬心 也这么好 没有 令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团结宗教 一点的障碍都没有 就是中国宗教这两个字 全人类 全人类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崇的教法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宗教 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 没有交通工具 没有交通工具 没有传播 这个传媒都没有 人 一生 生活的范围 很少 真正是有老死不伤往来 这个话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神 必须要分很多很多的身 来推动他 智慧慈悲的教育 实际上 一个真神 基斯兰教讲的真主 就是佛教讲的本性 没有形相 静土讲的上直光 静土最高的境界就是这个 一片光明 没有肉体 但是没有肉体 连精神都没有 我学讲的三种现象 他都没有 物质现象 正常现象 自然现象 都没有 但是 这三种现象 是从他出生的 他能生 一切现象 慧良大师 见到了 这三种现象 为我们描绘得 简单 描绕 这一角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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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o 什么都没有 一样没有缺 This world is nothing 这一角都没有缺 这一角清静 一样也没有缺 什么都没有缺 没有缺 整个宇宙是变现 这是全然没有缺 四角的宇宙是变现出的 它不是动的,不是属于波动的现象。 今日科学家观察到整个宇宙,所有的现象,包括物质、心理、自然现象,全部是属于波动。 离开波动,它们是不存在。 这三种现象在佛法讲阿拉耶,阿拉耶的三世相, 业相就是波动现象, 转相就是心理现象, 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 这三种现象可以解释成宇宙的原理,宇宙从哪里来的, 说得出来, 说得清楚, 宇宙从哪里发生的,从哪里来的, 就在当下, 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慢慢地等科学家证实, 科学现在确实是有向这个方向来倾向的, 学家讲场, 只有场是永恒存在的, 除场之外, 全部是生灭法, 生灭法是假的,不是真的。 他说这个场, 好似佛家说的常直觉, 说的真与自清, 所以他们承认宇宙万物跟我是一体, 慈悲的爱, 没有一样不爱, 不能有分别, 不能有敌对, 敌对是跟谁敌对呢? 是自己跟自己敌对, 不是跟别人, 好似的不一样, 如果内脏 三根肝敌对, 长根胃敌对, 有什么好处? 造成自我毁灭? 夸夸杀, 整个宇宙观禧非常密切, 看这个顺眼,看这个不顺眼,就是我们自己的过失 自己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有烦恼 这些东西掃干净的时候,平等了 清静平等国现前,这个就是经的经题 学法学,学清静,学平等,学觉悟,不迷惑 心有所不平,迷惑 还有执着,严慕 怎样才能够在一生当中不燕污 不分别就平等了 故意不迷 这是佛菩萨的生活 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敌人要化敌唯有 这叫做教育 教育就是 旧失而掌善也 有过失要救他 要增长他的善 善三善行 这是教学 这是一个条件 学生不能够教 将他开除教育的失败 哪有不能够教的? 佛事门中不舍一人 不是不能够教 是我们自己不会够教 所以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如何去感化 受教的人 在一家 家长感化全家人 在一国 国家领导人 感化全国人 中国有个例子 股市要往 新往 他们做到了 而身作则 其中 没有那嘉靖 那 ön 无浅 当年候 在世 不幸母亲 过世得早 父亲受了个继母,对待她的母 父亲听继母的说话,受了很多的冤屈 父母跟后母,宠爱她的弟弟,没有生的 可以说过的不是人的生活 邻居都打抱不停 她就跟邻居说了,不可以说我父母的过失 我父母没有过失,我自己不好 我自己做得令父母伤心,令父母不如意 我父母绝对是没有过失 共度自在人心 沙眠,将这个邻居全部都感动了 到最后父母统统受感动 我说明了,没有不能够教的 能够传谣信的心 天下是没有恶人 天下就没有坏人 人人人都有良心 连为一世 差不多七世 二十年算是一代 八九代 佛在经上说得好 善人,不善,不识道德 善人是谁呢?父母了 父母不懂 祖父母亦不懂 曾祖父母亦不懂 失去的时间太长了 谁来负责呢? 所以,不识道德 无有愚者 书无怪也 今天做什么坏事的人 都不能够责给他 他可怜 他从小就没有人教了 才会变成这样 要原谅他 要关怀他 要帮助他 怎样才带回头 怎样才带回头 不是做不到的 要真正热心人 真正明白人 最重要的是领导人 一个村长 向以身作责 这一条村 圣人的村 这个村 这个村长是领导人 这个村长是领导人的村 这个村长是领导人的村导人的村导人的村导人 多年导人都到这里来学习 这是好的榜样 这是好的榜样 教学的能力无限大 总的一句话就是要用真心 不能够用妄心 什么叫做真心呢? 没有自己的心 我这个观念是妄心 对佛家说无我 《金刚经》大家经常念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 这个是真心 你能够入门 入门之后再提升 不但我相,没有了 我的念头都没有了 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 见是念头 念头都没有了 念头没有了,这是菩萨 无我无相,还有念头 这个阿罗汉是辟之佛 看,都相都没有了,念头也没有了 这个就是菩萨 完全用真心 佛根众生的差别在哪个地方呢? 用心上的差别 用真心,用了几分的真心? 外形境,讲菩萨 五十一个阶级 一阶级 用真心 贩萨 有多少不一样 以一阶级 用真心 用四分的真心 三信慰的菩萨用六分的真心 这样到十地菩萨 用的是圆满的真心 百分之一百 读书 学经教没有关系 语认识字不认识字也没有关系 用真心 这个无罕默德用真心? 无罕默德不认识字 我讲出一部古兰经 别人给他记录 和中国慧伦大师一样不认识字 不管什么经文都能够认识 这是东方教学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 东方是求清静心 教你一门深入 暢时分手 这是手段 这是慈戒 你真的这样做 是收定的 教你读一部经 不要读其他的 不要胡思乱想 叫你念头慢慢集中 集中到一点 细心一处 就开吴了 智慧就够了 不是叫你念 那么多 记那么多 不是的 有个目标是得定 开吴了 你记得那么多 这是伏代的 念多了 自然便记得了 不重视 记文 中国老祖宗亦都如此,既问知学,不足以为仁师也。 你记得很多,讲学多文,没有开吴,没有开吴,东西是靠不住,必然的。 跌赢的时候用得很恰当,OK,现在未必! 现实时代已快变成。 开吴后它是活活活活的 没有障害和挤袻限 不起副作用 这是智慧,智识就不成功,智识是有局限性 有后遗症 东方求智慧,西方求智识 我们到伦敦大学参观,完全了解 汉学博士虽然多,解决不了问题 汤银比博士说的说话,大家有疑惑 汤银比说,解决21世纪的问题 如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成佛法 我们去问那些专家学者,欧洲的赫洛家 我问他们,他们对着我笑 不会回答 笑了半天,我反过来问他 难道汤银比的说话说错吗? 还是对着我笑 不说说话 逼着我不能不说了 我说了 如果你们要问我 汤银比的说话 我会说 我会跟你们说 汤银比的说话说得一机都没错 你们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又有怀疑 为什么不敢反对 汤银比的名姓太大了 不敢反对 是不是这样 大家都点个头 你们研究中国的余悉度 为什么你还要怀疑呢 我问他们 说到孔孔学说 是不是你们马上就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呢 对的 说到大乘佛法 是不是想到 花言发花波叶 这些大经大论呢 对的 能否解决社会的问题呢 不能够 为什么不能够呢 太高烈了 有多少人能够懂呢 我说这些是 是余佛的 花果 你们看到是花果 欣赏它 像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 对你们实际生活 无义作用 我说花果在哪里 智上涨的 智在哪里来呢 调宗生的 调在哪里来的 干上生的 干从哪里来的 本上生的 本从哪里来的 根上生的 孔盟的根是什么呢 亚智的根是什么呢 你一问 大家都蒙查查 没有根本 变来的花果呢 最后我与他们说 我具体地与他们说 遗址是孔盟的根 10线叶道 是大成的根 没有想过 听到没有听说过 什么叫遗址都不知道 在这里 如果你从根上 这是 孔盟 太成 普世的教育 就是说 所有人民 都应该学习的 生活教育 论理教育 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非常有用的 真的能够帮助这个世界 化解 冲突 促进 安定 和平 不是假的 当然这句话没有说错 你们解读错误了 所以我指着黑板上的字 我说你们西方人的读法 从左到右 这样读法 我说中国人的读法 是从右到左 是相反的 你们的读法 如学 道学 法学 反过来 学法 学如 学道 不一样的 是两件事成 如学就是智识 学义就是智慧 学义就是智慧 要学得跟孔子孔子一样 孔子一生 手指一个字 人 人是什么呢 恶人 孔子一生 守着一个字 二 人二两个字 代表瑜伽 孔子之道 忠书 疑 孔孔 处理这些事情 精神的标准是什么呢 众书 众是 用心 公正 不偏 不扯 大公 无私 这是宗 书 要书人 要爱护人 要人有罪 所以中国股市立法 法律是非常严格的 为什么 希望你不要去犯法 但是你犯了罪 执法 执法要宽主 有情 有义 什么 就不是 如果是 执法 情意在里面 便变成不仁 不仁不义 这就是 孔孔的精神之所在 人犯了法,法官想尽方法,帮助他认罚减轻 尽量将他减轻,死罪实在是想不出办法,没有办法,人治已尽,修营的人都感恩你 你对他一切一片的善意,为他尽了心 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心肯,能够救社会?能够? 这一句话,恰大性,表谱的是真诚慈悲 慈悲两个字都是爱心,一个偏种是怜悯 重生做了很多个过失,要原谅他,怜悯他,救他,这是悲心 另外一个很好地教他,提升他,帮助他向上,这个就是慈 慈是语乐,悲是拔虎 所以汤因比没有说错了,欧洲汉乐家对汤因比这两句说话 遯而并得一句 误会的原因 所以内容是快乐 因果是无常作用的 我们需要调清楚即体现 今天我们可以讲,将它具体落实 落实在困书自要 这不是一句空洞的说话 你们细心去读,细心去看 了解中国人几千年一直到现在 都是这种思想 这种文化会帮助世界化解冲突 令大家都接受这个教育 今天有高科技 用电视、用网络普及教育 每个人都能够接受 每个人都是个聪明人都懂得 都明白你 我发心为人民 是不是真的为人民呢 你为人民做些什么事情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看得很清楚 两个党派为了争权不和 人民投哪个票呢 投让人的票 你这个人肯让,让是好人 争的人我不投理 在这个社会 不上竞争 说不竞争就不能够置富 没有这个道理 在中国 胡小林做到 他从前竞争 现在不竞争 不竞争 他的业绩连连上升 不竞争 不竞争 可以赚钱 赚钱 不是竞争赚来的 竞争这个名词 要从社会上把它剔除 中国千万年全家 有一句说话 家和万事兴 所以政党要和睦 政党不是对立架 政党要互相合作 你执政 你有缺点我看到了 我和你建议 我有好的东西 我和你说 希望你能够做到 你不能够做到 我就来做了 你能够做更好 你看我不要废弃力了 你都做好了 这样的政党才是真正 为人民着想的 为人民的利益 这个竞争的 不是为人民 是为了自己 有时候太过分了 为自己不为人民 这个太过分了 这个也是没有读书之过 全民都学群书字要 每人都开窍了 这个世界一定非常美好 可以将极乐世界 搬到你这个地球上 有聪明的领导 领袖 我今天听说 马来西亚首相 在国王面前宣誓受饮 我好换你 这是一个好的领导人 我跟他说的说话 他都听得懂 而且认真去做 他们没有问过我 这次竞选 我能不能够成功呢 我跟他说 竞选可以 不要问成功失败 你要多想一下 你争取这个地位 你准备如何去做 这是你要想的 如果是为了国家 为民族 为人民 为全世界 真主保佑你 你一定成功 如果是为了自己 选上了 是你有命 你命里面有 你命里面没有 你选不了 如果这种全心 没有命也选上了 有命的人 自私自利 他就选不了了 没有这样的人 跟他竞争 他就选上了 有这样的人来 他就选不了了 为何呢 真主不要他 这个心 全世界 每一个宗教神明 都保佑你 每一家祖宗都保佑你 他听了我这句话 我认真去做 我一定要认真去做 真正去做 将来马来西亚 就非常可能成为 世界的示范国家 为何呢 他可以做得到 马来西亚 会教的国家 一个佛教徒 外国人 请我去到他们国家电视台 去做访问 没有听说过 头一次了 谁安排的 夫人安排的 立吉手上夫人安排的 大家听了都吓了一跳 夫人安排 两次访问 后面还有15个问题 我没有时间解答 我夹着要回到香港了 我将问题带来 我这个地方录了4个小时 将15个问题都解答了 听说 他们的电视台通通播放 这个总共差不多 实际上播放的时间 超过3个小时 这些国家有前途 一个真正明白人 做领导 从哪里下手 自己带头 从哪里下手 自己带头 从哪里下手 传统 文化 下手 我给了他的建议 马上要做 国家 培养 二三十个老师 说群书自要的 看来没有的向国外找 访问 专门研究这些东西 专门说这些东西 先让内部去学习 内部去学习 内部学习好后 再用电台向全国广播 就能够影响到全世界 三千八百年前 三千八百年前 成汤 与七十里而皇天下 三千两百年前 周文王周武王 与百里而皇天下 我们希望他能够做到 那位皇的意思 用现在的说话来说 影响 影响全世界 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 我们很乐意 和他们做二无的顾问 我们很乐意 和他们做二无的顾问 我们遵循全世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 古圣、鲜然的这些东西去读、去研究 能够帮得上现在的解决的问题 马上去采纳 研究如何与它落实 读了这一节 我们对于古圣先言尊重共养 共养一切共养当中 修行共养最为第一 二教修行 未曾间断 菩萨以善根力 减得生生尊贵 特高亡种 财富充足 乃至不为人王 世间人的领导 画作天帝 在天上做天王 必然是相云下化 下化一切众生 能满所愿 将以善根力固 大愿力固 尚得直佛 这是善根大愿 你就遇到好老师了 现在所谓的是遇到高明的人 有得行的人 有得行的人 有智慧的人 有能力的人来帮助你 遇到佛所 尊重共养 尾层间团 这是非常重要的 相恒下效 我下一次到马来西亚 我会陪她的夫人 一起去看她的妈妈 希望这个镜头能够在电视上出现 相恒下效 每个月能够出现一次 老百姓都懂得孝顺父母 教你的老师不要忘记 半年能够去看一看老师 老师如果看到 老师不在 就像我这样 把老师的照片 统统共养在我的面前 教室 我讲经 跟大家分享 就像老师看到我一样 这个是什么呢 一个斤一个本 永远不能够离开 我们的功德从这里生 我们的智慧从这里掌 人怎可能将斤不要呢 清朝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 靠什么呢 靠孝亲尊师 入关之后 它是少数的民族 军队只有20万人 中国这么大的复原 那么多人口 如何统治呢 将如是 杜三家 全部落实 中国人没有东西说 尊重他 听话 这是中国人的天性 因为中国人居家的观念模糊 国的观念模糊 中国人开口就是天下 心量大 寿古以来就养成天下一家 四海之内皆庆地也 这么大的心量 将二族也看成不是我们同一族一伙人 二族完全用中国文化 宫廷里面经常邀请 如释徒三家的专家学者来讲学 皇上带着文非文武大观来听说 而且是认真去做 不是做假的 自己是做笔记 完成之后 还是研究心得报告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都在四处里面 我打开一本四书 看宫廷里面 如何去讲法 这些资料都保存在 现在有电视 如果国家领导人 请这些专家学者讲学 讲群书字要 他们在旁听 这个镜头传出去之后 国家领导人在听群书字要 所有的官员都要学 他能够不学吗 这个大公司企业老板也都学了 有什么好处呢 建立共识 大家的思想见解 趋向一致 什么都好办 这些国家 怎会不富强呢 哪有这些道理呢 这个世界哪有不和平的道理呢 和平第一个指标 就是全世界 每一个核武国家 将核武废弃 消除 叫做无谓暴视 为什么呢 人民不害怕 有核武战争 这个功德 太大太大了 所以 很多人对中国 无信心 都跑去外国了 有人问我 欠钱 为什么呢 问我这个问题 我回答的是 欠钱 存在外国的银行 他说是什么意思呢 对中国无信心 相信外国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读中国书的人 对中国有信心 信心在哪里 来的 看历史 千万年来 一直到今天 中国 跌早 跌宗 因二 起家 自行化他 都坚守着 五伦五常四位八德 这个根 好啊 我们失去了先两百年 中国人在这块土地里面经营至少有一万多年了 有文字四千五百年 不能说 无文字就是无文化 我相信 五轮五常八得 决定超过一万年 印度教跟我说 他们有一万三千年的历史 我亦都跟他说 中国传统文化 亦都不是在他们之下 这个时候没有文字 五轮 二十个字 父子有亲 父父有别 君臣有义 长友有嘴 朋友有信 而这五个来处理人制的关系 未门 无缺陷格 这五轮 是属于道 是自然的 不是谁人发明的 不是谁人创造的 是人性 自然 真正自然 原则 那就可以了 五常是得 人是爱人 人是爱人 无缘的这样爱人 而 是秦理 而是 思想 现行 合情 合理 合法 面面都顾到 人与人与人之间有礼节 互相专敬 专敬有表示 行与爱的 这是礼 里面就是得 表现出来的是礼 智 智 理智 生活 工作 待人之物 不要用感情 感情就不是 要用理智 用智慧 最后一个就是信 愿意又信 愿意又信 绝不妄语 这个就行了 做人 必须要守的 叫五常 左右明 在左转上有一句说话说 人 欺射 则妖卿 如果人 将五常 都不要了 不仁 不义 无礼 无知 无信 这个社会就变成妖魔鬼鬼了 他这句说 两千五百年前 讲的 这句说 行书字要里面有的 人如果都守这个问题 就没有了 这个世界多么磨碍 要教了 谁教呢 温王 他们的责任 就三个字 温亲私 我不赞成说 人民的公博 为什么 博人不见得爱主人 我赞成 父母官 父母官 没有不爱子女的 国家领导人 人民的服务 要将 人民 照顾到 生活 照顾到 教育 照顾到 生活 生活环境 方方面面 都能够照顾到 生活环境 方方面面 都能够照顾到 这是一个好的领导人 领导人 和他们 评分 要用这三个字来做标准 亲 做到没有 坤是领导 子就是教法 这三个字 都能够照顾到 标准的领导人 好的领导人 民主 西方人 经历了这么多年 有人问我 现在 民主的流币很多 西方人开始怀疑 民主是否最好的制度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严肃的问题 最好的东西 是 最好的东西 孙仲先生提出过世太早了,没有做到 过去君主是一个家庭,家族管这个国家 时间久了有流币 殿命的君主只能照顾到前面两三代,后面照顾不了 所以出了毛病 孙仲先生提出一党专政 多党亦都可以 但是 一定要将人教好 每个人都被陈书志要教好 一党也好,多党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 为什么呢?人民选的不是选人,而是选党 党会怎样呢?看你党的教育 党校,公外的 爱防的 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参观 大家看到 你教得不错了,教得很好,我就选你了 你这个 不如那家,我就选那家了 这个办法我觉得 值得 考虑的 是一个好方法 最重要的 要人心好 天下没有一件事情不好 人心不好 什么制度都没有用处 都会 出问题 最重要的 还是 人心 所以 教育 要放在第1位 我在马来西亚 提出10个 教学位置 马来西亚的老师 很有感动 好好地 将教育做好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